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面膜周 没有错 你们有没有发现 前面三天的面膜是穿了一套衣服的 估计后面三到四天的视频也是会穿同一套衣服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就是找一个闲暇时刻 然后 就是统一录视频 然后后期再慢慢剪 很多人会喜欢片状面膜 然后很多人也不喜欢片状面膜 会更喜欢涂抹类的面膜 那么没有错 那这次我们就来讲讲涂抹类的面膜 我今年呢有很多 其实大多数我今天讲到的面膜 我已经没有实物在手上了 因为我已经用完了 然后扔掉了 所以说我抓到哪个 就从这牌子开始讲嘛 那最先的呢 我就先讲雪花秀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语润顺明面膜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他们的明星产品了吧 非常非常好用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的 语润 这个应该是叫语润吧 哦没有记错 对他没有错 他就叫语润面膜 然后他这个呢 就是比较高状的一个面膜体 我还是很喜欢的 然后一般你涂了 你就不用再 不用把它洗掉了 它是什么 什么Overnight Vertalizing Mask 然后涂的就像一个比较 薄一点 比较清爽一点的乳液的质感 然后涂完了之后 它的味道也很 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挺疗愈的 虽然我知道大多数像这样 这种中药味都是调出来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 我涂它还是蛮疗愈的 然后它是对于一些皮肤的话呢 也能比较焕然异形吧 它不是一个补水 或者去豆 这种比较专攻性的面膜 它就是让你的皮肤的话会更健康 然后那个光泽感也会好一点 那我呢 是自从我去年用了这个之后 看到了它非常强的效果了之后 我就一直一直都在用 它的这款面膜 我就一直在回购 一直在回购 我可能这一年已经回购了 有七八瓶了吧 就是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用 可能有时候我的那个空瓶剂跟的没有那么勤 我有时候不小心就把空瓶给扔掉了 那它的话呢 就是真的真的在涂抹类的面膜来说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么呢 同一个牌子 但是呢 我不喜欢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们的Clarifying Mask 叫做什么 芋绒撕拉面膜 第一它很难撕拉 那怎么说 它不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它的那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不敢恭维啊 你单独用它 我自己用起来 单独用它一点效果都没有 你说撕拉也撕拉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那么但它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你把它敷在脸上 你当那种洗掉的面膜来用 你把它敷在脸上 敷一个十来二十分钟 你把它洗掉之后 你后续再敷这个 效果是的确是事半功倍的 但是你要说单独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好的面膜来说 我是真的没有感觉 要不是有这个东西掉着 我这个东西用了两次 我估计就扔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 我就是对它一直摸不到什么好感 觉得它作为撕拉 就是比较清洁类的面膜 它也没有什么很 很让人看到觉得很厉害的效果 另外一个韩系的牌子呢 就是Hall History of Hall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这是个温感的面膜 我现在的话呢 我比较少说在动用脸部的一切 除了我买的这一部 Dr. Arriva Ghost 除了这一部机器之外 我没有什么机器了 所以用它的话 我现在脸部要按摩 其实我脸部不按摩 我身上哪里不按摩 都非常的容易水肿 嗨 好的 然后呢 它的话呢 就是你把它 它是个高状的 就不是双状的 就是一个 你把它涂在脸上 然后一推开 它就开始有那种温感在里面 然后你一推开 它的温感在里面呢 就会趁它很温暖的时候呢 就是做 用手 我一般很少用机器 我刚刚说了 我现在就是用手来对脸部一个按摩 它的确脸就是很红润 然后看起来非常健康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这款面膜 就是后的东西 我也用了不少了 除了它们的洗面奶 我非常喜欢之外 排第二的 也不是排第二 并列第一的就是它了 另外一个后家的面膜呢 我已经扔完了 什么扔完了 用完了 很早之前就用完了 我就扔了 就是它们那个 工程香水盐系列的 睡眠面膜 它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种褶泥状的睡眠面膜 但是我感觉它吸收 也不知道是好处还是怪处 它吸收得过于快了 它吸收到很快呢 就导致 我感觉它的滋润力度不够 就感觉我涂在脸上 然后五分钟不到就没了 然后脸上该干的还是要干 所以我那个面膜用得很快 就是它的大小跟这个差不多是一样的 是120毫升的 然后你挤在脸上 然后五分钟 吸收完了 然后你要再加一层 然后又吸收完了 然后你要再加一层 等于说那一罐用不了多久 我大概那一罐就用了 两个多星期就已经用完了 然后它的补水的效果呢 还没有我以前用的一些 其他的睡眠面膜好用 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个 没有用的产品 但是它的效果的确是不太强 就是含系的一些功能系的东西 真的用起来感觉非常不给劲 就只是可能包装啊什么的还做的挺好的 可能到不到你讨厌的那个地步 但是对我来说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很喜欢的地步 因为我用护肤瓶 我比较喜欢猛药型的护肤瓶 我对那种比较寡淡的 没什么效果的 我可能用完我就扔了 然后以后我也不会说再去买这个样子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讲一个 我比较新拿到手上的一款面膜 也是睡眠面膜 就是这款资深堂Ibuki的 叫做Beauty Sleeping Mask 它的话呢 我本来当时买了三罐的 但是买货没有货了 我另外两个就只能退掉了 我很喜欢 我当时在英国它刚出的时候 他们就送过给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sample 用了就很喜欢 后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想不起这回事 我就一直没有买 然后现在买回来用的还是那么喜欢 它中间呢 是有一点点那个颗粒感的 你涂在脸上呢 你就稍微这样子按摩一下 放在那里 它也不会像那个水盐的那个面膜一样 那么容易就 一下子给吸收掉了 就没有然后了 它的话呢 还是可以在脸上 就是维持一段时间的水润感 然后是 就是能作为一个睡眠面膜一样 慢慢的给它吸收 我这点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面膜我是绝对 还以后会继续回购的 另外一个 我很常用的睡眠面膜的 我也是用完了 我就不在这里放 我就没有办法 就拿出来给你看这个东西了 就是蓝芝的睡眠面膜 蓝芝的睡眠面膜 我是用了好多年了 它是属于一个 我感觉又便宜又好用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它那么好用的 一款睡眠面膜 它真的是 你涂完之后 第二天的脸真的是 就是双双的就超级超级的 我感觉我现在脸已经开始老了 因为我以前的脸这样子戳进去 就是很有弹性的 现在感觉好像脸上没有这么多 那种胶原蛋白的感觉了吧 反正就是那个睡眠面膜呢 就蓝芝的那个睡眠面膜呢 就是涂上去了之后 你之后就可以感觉到 你的脸非常非常的水润 非常非常的补水 就是就感觉好像是你之前再干 你的脸部不会再干也好 你涂了那个一下子就被你脸吸收了 那好 那接下来的话 讲几个Dior的 第一个呢 是我也是最近新买的 我其实最近夏天了 我还是比较想敷一点 就是睡眠面膜 这个比较火的 Hydra Life Jelly Sleeping Mask 就是这样子的一罐 东西还好亮 就是这样子的一罐 睡眠面膜 非常好用 我还是蛮喜欢的 我买回来 当天我就用了 它除了一点味道很不讨喜 非常高的香精的味道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我可能用完这瓶就不会再用 它的香精味真的非常非常浓 我真的 如果你们能闻到的 我好想这样子 凑上去让你闻一下 它香精味真的好香精 而且不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味道 就很化工的一个 褶梨味道 混着一点草本的感觉 也没有特别化工 就是一种草本的 然后有一点 呃 化工感 就是感觉挺化工的一个味道 我不算是特别喜欢 所以呢 它就纵使它的效果还不错 可是呢 我用完这瓶 我应该是不会再回过 它的补水效果呢 也很强 它能这么火的话呢 它也 它的效果肯定也不弱的 那我用了的感觉就是 你效果很不错 但是使用感 可能就没有那么讨喜 因为 你知道 护饼这东西 你的有效果 你还得要 让人家使用感 比较舒服吗 那它给我的使用感就不是特别的舒服 然后另外一个系列呢 也是Hydra Life 也是Dior Hydra Life的系列 然后这个叫 Glow Better Fresh Jelly Mask 这个跟刚刚这个Hydra的不一样 它这个不是属于顺鼻面膜 是三分钟面膜 你涂完之后呢 你要洗掉的 那它们家一共有三个三分钟面膜 我用了两个 另外一个因为是柜台送的一些小样嘛 然后这里已经用完了 没法给你看 那它这个呢 是里面也是有一点的小珠珠的 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点点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看到这个东西 它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 就是按摩折力 反正你用在脸上的话 你就把它按摩 它红色的珠珠 就会被按摩进去那种 大概三分钟你把它洗掉 所以它不是说那种 要在脸上浮到干 浮很久很久 然后再洗掉的那种 这个 这点我还是蛮喜欢的 就是你 你愿意喜欢脸 然后你挖一坨出来 然后在脸上涂涂涂涂涂 然后可能你就吹个头发 或者说 就穿个睡衣的那个空档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洗掉了 这一款呢 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三款 我唯一一款买了正妆的 就是这一个 原因也就是这样 它是 一个比较光泽感 就叫什么 就是给你一个脸的一个光泽感 然后让你的脸的 比较水光的那种感觉 它的确有做到 就是皮肤会 就是用完之后呢 它不是补水的 所以你不能奢求 它在你补水效果方面 有很大的皮 然后它用起来 就是让你的脸呢 会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 有光泽感 就是一下子就非常健康的 那种感觉 然后 也会有一定的质量程度在里面 但是 怎么说呢 它的价格可能 稍微的会高了一点 这一款好像是400多港币的样子吧 我觉得同样的价位 我可能可以买到一些 比较猛妖型的 更好的产品 那这个就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它们同系列 有一款是 就是针对 Pore的 就是毛孔的 毛孔清洁 我感觉 那个用起来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 也不是我花钱买的 就是送了我两个sample 我在脸上涂起来 看一下那样子 因为可能本身 我的毛孔就不大 我的 我觉得 这算是我比较 开心的一点吧 就是我比较的 引以为傲的一点吧 就是我皮肤 可能其他叽叽巴巴的问题 会有一点 但是我的毛孔 是比较小 比较少毛孔的 困扰的 所以那一款 我用起来 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 就是在我这里 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所以用起来 我就觉得 也就这样 可能我会更适合 一些补水啊 或者一些机能型的 产品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是上次 就是我在说 我过面膜的时候 有提到过的一个牌子 其实一共是三款的 但是第三款 我已经完全用完了 我没有东西 在这里给你看了 然后第一个呢 是这个粉泥面膜 也是那个蓝加的 那个牌子 它们家的膜类 就是面膜类 我觉得还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这个呢 叫做 Vitality Reviving Gloring Gloring Pink Clay Mask 就是那种涂 然后那脸上干了 洗掉的那一种 我这个粉红色的这个 它说是让你的脸 更焕发一点 我用了的感觉 可能焕发的效果 就是 换彩的那种效果 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 它对着皮肤的滋养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比起刚刚我说的 另外一款 Pore 那个 Pore Care 就是那个 Dial的那个 针对毛孔来说 我可能会更 倾向于这个牌子 就我用完的那一个 白色的那一款 我这款是绿泥 然后白泥那款 用完的来说 我就觉得 如果针对毛孔来说 我会更喜欢 这个牌子的多一点 因为它又很经济实惠 然后效果又非常的好 然后绿泥的这一个呢 是舒缓保湿 那的确用完之后 脸的话不会干 然后会有 比较强的一定的保湿效果 但是相对而言的话 如果我要保湿 我为什么要用泥面膜 一般如果保湿的话 我用 我用这种 顺便面膜不好吗 这种褶状的 我感觉它的 这个保湿效果又好很多 所以说 这一整个系列来说的话 我这个绿泥 会相对的 没有那么喜欢 粉泥和白泥那一款 我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 他们家的东西 真的好好 就是很值 他们家定的这个价位 非常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 就是没有人说呢 好了 现在这些呢 有实物表演的 我已经拿开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无实物表演 因为 剩下来的全都是 我用完了了 扔掉了的 然后我要 要要要要 就是 势手空全的来跟你讲的 拿起我的小本分 在上面记录着 我使用他们的心得 那么我第一个呢 讲的是 它其实不完全是 这种涂抹类的面膜 它是一个洗面奶 是亚诗兰黛的 那个红石榴洗面奶 你洗完脸 或者说你那天 没有用这个洗面奶 然后你把它就是 厚敷一层 在脸上 然后再洗掉 非常好用 它那个不是一个 清洁类的面膜 它是一个比较 幻发光彩类的面膜 我觉得 它在幻发光彩类的效果呢 比我这里很多 其他的幻发光彩类的 涂抹面膜 要好很多 然后它又是 一物双用嘛 你可以平时把它当成 那个洗面奶 然后比如说 一个星期用一次 或者两个星期用一次把它当成那种敷的那种面膜来说 效果非常好 你可以历史的看到你的脸有那种很光彩的那种效果 第二个呢是雪花秀家的一块绿色的好 我觉得这True Fresh Soothing Mask 这个我觉得用起来跟那个厚的水盐系列的那个面膜呢 是同样的问题 我是不是又没对焦对到脸上 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保湿力度是有 可是它吸收的太快了 要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 我用的是一个sample的一个中样 好像就用了两次还是一次还是两次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量耗得太大了 我就感觉嗯 就是归纳起来的话 还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功能性不强吧 就因为我觉得一个面膜 就是涂抹类的面膜 它用的量是普通的涂抹类的面膜的三倍那么多 才能起到跟普通的涂抹类的面膜一样的效果 它就在我这里相对来说 嗯没有那么吃香就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东西了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液晶壁的涂抹类的面膜 它就好像是水磁场系列吧 反正就是那个肉粉色的外包装的那个 它是cream之地的 就是很像那个呃面霜 就是它的质感很厚 可是呢 所以说它用的量会很少 它应该是所有涂抹类面膜来说 用的量最少的一个了 它真的一涂就好了 它真的就涂一小层就好了 你涂厚了你的脸还没法适应 因为它是flipping mask 你是不用把它洗掉睡觉的嘛 所以我就一般来说 我就只涂普通的涂抹类面膜的一半的量 然后涂在脸上 然后它的补水效果是超强力的那种 可能就是强力到你会怀疑 是不是你自己的脸过敏了 因为我涂那个 我之前就刚开始用的那款面膜 用的前几次来说的话 我会感觉我这个脸就是疯狂的刺痛 我会想说我的妈会不会过敏了 但是其实后来用下来的感受呢 真的是不是过敏 它只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补水的产品 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大干皮的话呢 我会非常推荐这一块 因为它的补水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 有时候特别是越发到夏天来说的话 是没有那么好用的 我冬天会多用一下 那夏天用起来的话 能会感觉太过了太过了 too much too much 就是销售不起 然后最后三个呢 都是那个叫PTR 那牌子叫什么 Peter Thomas Roof 那就是彼得罗夫的那个牌子的三个 第一个呢就是玫瑰干细胞 这款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的话主打的不是补水 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修复的一点 那的确呢 用的时候我会感觉到 我的脸部皮肤会好很多 就是一些小问题呢 你用就连续用两三天 一些皮肤的小问题就完全就没了 那你要说你的脸这段子 就是问题抱得很严重的话 人家那你还是要用一些高机能的产品 但是用这个面膜来说的话 就比如说我可能我最近脸上有点泛红啊 或者我最近脸上有点点小痘痘什么的 它还是能蛮快速蛮有效率的 就把它削掉 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但它不是那种睡眠面膜 是你用了之后你要把它洗掉的那一种 但是除此之外呢 除了洗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蛮不喜欢那种洗掉的面膜的 但是我感觉用起来还挺好用的 效果还是挺有的 所以我会很喜欢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彼得罗夫家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是很熟悉的 就是他们的小黄瓜还是小青瓜 他们怎么叫嘛 反正就是那个小黄瓜的面膜 就是它面膜体是青绿色的那一款 这一款的话呢 它补水效果呢还可以 我能知道为什么它是它的明信产品 可是在我这里的话 我有很多那种懒人专用的 我涂了就可以去睡觉的那种面膜 我相对于这款来说 我对它的投注的心血就没那么多 就感觉用起来你是好东西 但是我没有那么那么的喜欢 因为有其他一样可以非常补水的产品 然后也不用洗掉啊 然后用起来觉得效果会 也跟它不相上下 所以它就不是我最喜欢的一款 我就觉得彼得罗夫家的东西 我没有踩到过雷 但是呢也是可能会 相对于我其他用起来的东西上 会有上有下 像这个小黄瓜的面膜的这一款呢 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只是在我这里我能找到 我觉得会更喜欢的其他牌子的相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次视频的最后一个产品 也是彼得罗夫家的 它们的黑色的一个清洁类的面膜 我感觉太黏了 就是它解 它是属于你一个黑黑的一大块 然后你在脸上涂涂涂涂涂涂 它干的时间也比较慢 然后它清洁效果是还挺不错的 可是总体也是使用感的感受啦 我感觉它是我用过的清洁类的面膜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款 可是我不爱用 可能总体来说这种清洁类的面膜 我本身就不是太喜欢用吧 因为我感觉它洗还是很难洗掉的 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很煎熬 像其他的来说的话 我要是洗掉它还是蛮容易的 但是这一款我洗掉的话就还是蛮难的 我就感觉可能我那款用完了之后 我以后也不会再买了吧 但的确它的清洁效果还是有的 如果你是需要一个清洁类的面膜的话 这一款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可是如果平时像我这个皮肤的话 我清洁到位了 就平时洗脸这个步骤做到位了 我也没有真的要说非常需要清洁面膜 这么一个步骤 所以它对我来说就有点可有可无了 好啦 这一次我们的涂抹类的面膜呢 也讲完啦 个人来说的话 可能会觉得涂抹类的面膜更加方便一点 然后像那个片状面膜的话 就是用的更勤快一点 我也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 片状面膜虽然好像对于涂抹类的面膜 要麻烦一点 可是我用的会更多一点 然后涂抹类的面膜的话 我可能用起来的那个量会大一点 但是用的频率会没有那么高 可是呢 我懒的时候 我是不服片状面膜的 我懒的时候 我是只服这种涂抹类的面膜的 因为方便呀 那么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说吧 拜拜